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条和黄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现在的彩妆公司 为了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会把粉底液的色相多设计出来几个系列 很多是简单分成粉条和黄条 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 是中性色调 如妥所示 粉条明显比黄条红很多 虽然是选择多了 但是能用对的人并不多 对于底妆色号存在不少误区 最常见的误区是 粉条是给冷白提供的 所以粉条凸起来就是最白的 实际上这个还是要配合自己皮肤本身的色相来用 一定要选择和自己皮肤同色相的粉底液 如果本身的皮肤比较黄或者黑 涂上粉条粉底液 反而显得脸黑红 比如下涂的手属于偏黄的 用66号粉条色 就不如用17号黄条色 选对色相以后 在自己本身的皮肤底色上白上一号 看起来就会自然又增白 刘亦菲的策略就是这样准 看起来自然白系又统一 还不会发生脸和身体的色相不一致的情况 当然色阶不应该跨越太多 色阶跨越太多了会发挥 适得其反 这吧 也曾经有一次色阶跨太多 没有增办法而脸色铁青 色阶正常的时候气色饱满 妆容干净 现在网上推崇粉条的人有点多 其实粉条的效果并不好 首先是上面说的粉条 对于黄黑皮子增白能力不好 其次是粉底液本身的遮盖能力不够完全覆盖皮肤颜色时 会衬出来底色 就会显得脸色发灰 比如下涂右边景前的脸 实际上看起来就有点发灰 粉条的妆容也很容易看起来不干净不高级 粉条粉底虽然粉嫩可爱 但是因为里面的红色配比较多 很容易显得整张脸红扑扑的 又加上腮红和唇高到多都是红色系 妆面看起来不容易干净 比如下涂虽然右边比左边外 但是左边的妆容显得更干净 右边因为颜色太多 看起来像个大花莲 另外粉红色并不一定会更显白 比如下涂这张右边留一分是粉色的 并没有比左边看起来更白 亚洲人其实中性色调更多 选择适合的底妆色 才会让自己看起来更白净 除了颜色本身 粉底液其他内容物的含量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 有一些粉底液体本身看起来很暗 但是上脸效果却比那些液体白的要显摆 这是添加了辅助光线折射的颗粒所致 折射有多重要呢 北极熊的皮毛不是白色的而是透明的 就像光线一样 而且他们的皮肤其实是黑的下涂鼻子处 全都是光线折射让他们看起来通气水白 如果粉底液里有辅助光线折射的颗粒 这款粉底就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白 也更自然 光线折射的重要性还会体现在高光上 下涂孙仪 右边我们把他的鼻梁高光和颧骨高光去掉了 其他部位的颜色没有变 右边就没有左边看起来白皙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